現在我們要來講解如何上色 上色的時候 我們這個就是上色工具 好 滾下去之後 這些材質 它有內建這些材質 把它變成大縮圖 這裡就可以看得到 好 填顏色的時候 好 因為這裡面也有木頭 有我們這一個 可以直接點選我們要上的材質 好 它這邊內建的 我們直接其實也可以直接使用 可以一次選取起來 好 但是如果我們是 我們自己要內 呃 新增一些我們自己想要的材質的話 我們可以 在這邊選取 顏色之名稱 好 等一下齁 好 隨便選取一個 齁 我們同樣的物體就一起填 齁 好了 好了 之後這裡有一個編輯 使用文理 齁 去選取 你的材質齁 齁 齁 JPEG 這網路上你也可以去找齁 齁 開啟 好 這樣子就填進來了 好 填進來了之後齁 譬如 你可以看 我們 我們的 這個材質基本上是長成這樣子 我們看起來是OK的 可是它這裡後面是有白邊的 所以我們應該用photo齁 把 外面這裡把它剪掉 齁 可是這個基本上 它在做的時候齁 因為它沒有四方連續齁 所以 同學有時候在找的時候可以找一些 呃 就上網找 齁 材質貼圖 齁 所以這邊可以自己 運用 當然它這邊內建的已經是 設定好的 齁 它就不 比較不會看得出來它的拼接觸齁 好 我們就用這一個來做齁 好 這邊一樣 可是這邊老師已經群組起來了 齁 好 我們用我們自己內建 欸 我們自己要新增的 好 因為我們這群組起來 你要把它打開 齁 齁 一樣全部選取起來 用剛才不同的顏色齁 好 一樣使用 紋理 好 我這邊用 一樣選JPEG 好 好 有沒有 OK 再來換 這邊 好 選擇一個 填進去 再來編輯這邊 使用勾選的之後 選JPEG 好 好 OK 我們這樣子 我們基本上 這樣子就 整個 材質就 結束了齁 可是有時候我們要調整裡面的 內容齁 齁 好 有沒有 它就會 顯示出這 四個控制鈕 好 這個是透視 好 啊 這個是傾斜 這個是移動 好 我們比較常用到的其實就是只有這兩個 這是縮放 我們可以縮放到 大概不會看到拼接觸齁 OK 好 可是它這裡齁 基本上 這邊要另外 來做 所以你剛才 OK 這樣子 完成 好 這邊 可是這裡齁 特別注意 這曲線的部分就沒有辦法了齁 所以因為我們這個 要模擬真實的樣態齁 好 所以我們只要注意到一面就可以了齁 好 紋理 位置 一樣把它縮放成大一點 不要看到拼接的地方齁 好 完成 好 好 再來換這裡 這看起來比較沒有影響齁 好了之後 這邊也要稍微 修改一下文理位置 好 完成 好了之後 好了之後 好了之後齁 我們在拍攝這個影片的 拍攝 輸出成 JPEG的時候 有這個線段 覺得很奇怪對不對 齁 好 我們可以有幾個方式去 去除這個齁 材質我們已經可以點選掉了 好 好 我們就選擇這一個 部分 好 把它 點右鍵 有一個柔畫 好 你可以看 平滑 把它勾選 可是你注意看齁 好 我這樣選的時候 他連這個 都把我做平滑 所以 你在選的時候 應該不要選到 我再重來一次齁 我就只選到 不能只選齁 好 沒關係 就這樣子 好 平滑 好 這樣子就去除掉了齁 不要太大 太大 他會連這個界線也去除掉 好 好 這樣子就好了 好 OK 所以這邊一樣 零滑 來柔畫了齁 好 好 這是第一種方式齁 好 第二種方式其實就是 你可以看 我這個還是存在著齁 好 存在著之後 奇怪 這個 好了之後 你注意看 其實我們這個 都要做齁 在視窗裡面 有個樣式 好 這裡有個邊緣 你可以看 有沒有 這點選掉 正常來講 我們在觀察一個東西的時候 面跟面應該沒有那一條界線 對不對 好了 好了之後 好 好 這個就是我們上材質的部分齁 是應該是這樣子 好